韭菜焖子呢,看,能夹住,这位标准 朋友们,大家好,天热了,热的不会吃饭了,不知道吃点什么才好 今天解决俩菜,一个叫酱哥豆腐,另一个叫韭菜焖子 韭菜切成面,一公分长的小段,或者叫米地段 咱们把两个鸡蛋,再加点鸡蛋黄,做视频下来的 看一下啊 好,这样就行,放上一袋酱 韭菜 我这韭菜里的混进去个小葱,这样呢,叫东北大豆酱,就可以 有的说,使甜面酱行不行啊,最好使用的是大豆酱啊 少加一点味精 放点生抽 最好里面再加一点油啊,没有油不好吃,太速了 加这些油 不用加嘴啊,愣住保证,正好 在家咱们蒸的呢,用碗也行 最好呢,使用那个小铁盆 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汤盆呢 薄好熟啊,十分钟就可以了 豆腐呢,也是简单的不行啊 豆腐呢,要我一冻就蛇了,给冻蛇了啊 这个豆腐呢,和老家那个豆腐不一样 这个豆腐呢,是嫩豆腐,有点太嫩了 切成大厚块 下锅烫一下 三公分厚,三公分厚 四公分厚,五公分厚,六公分厚 大片都可以 总之呢,就是为了加热啊 消易消毒 另外呢,天太热啊 别吃这个食物呢 过于凉啊,过于凉 容易伤着胃 这样的话呢 下锅给它煮 把这豆腐煮的都要起泡了 飘起来,那个效果最佳 接下来呢,把小葱切一下 切成细末 或者呢,三公分厚的小段啊 都可以 香菜也是一样 这是在家吃啊 实实乎乎的啊 能吃出个特点来 咱们看一下啊 煮有六分钟了 看看,飘起来了 这都起蜂窝了 才能飘起来 放到这个冷水盆里 这样,来看一下 好了 咱们看一下啊 中间这一点是花椒面啊 或者五香粉都行 少放上点啊 把这葱花都下锅 炸香 这个时候呢 放入酱 东北辣都酱 啊 喜欢哪个牌子的都可以 酱呢 炸一杯 可以多炸一点啊 把酱里炒香 酱色好呢 就别加酱油 酱色要不好呢 你知道 加点 煮出酱油啊 啊 或者 大豆酱油 啊 啊 生抽 老抽 啊 生抽呢 是调味儿调鲜 老抽呢 调色 啊 哎 这就可以了 关火啊 油不要大 本身呢 这个就是属于素菜啊 素菜 味精 好了 就这样 哎 朋友们看一下 手套了 一开锅呀 这个韭菜的香味非常漂亮啊 就是颜值不高 朋友们 天热了 做这个菜啊 该咸的时候觉得要呢 口重一点 第一口 非常提神 吃饭劲上来了 接了 盐口 酱一酱 少放点酱就可以啊 特别这个 这个 叫韭菜焖的 韭菜焖的呢 看 能夹住 这位标准啊 有的朋友呢 说 一个鸡蛋 加一个鸡蛋 那些水 然后再加十量的酱啊 那个呢 会很嫩啊 老一点 嫩一点 你说算 尝一口 尝一口 你别看这俩菜简单的不行啊 各有千秋 像 像 饭 就叫神器 那 看一下这个 醬 这个吃饭呢 是这样 朋友们看一下啊 把豆腐 把豆腐 加上一块 把菜 往里面上放 挂上来酱啊 这样吃 吃 你就不用说 秋天吃法 还是春天吃法 还下去吃法 总是这天热的不行了 你吃这个 绝对性的 下饭 还下菜 吃的还好 好了 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